面对太平洋,想问一问,日本会沉默吗? 哈喽,各位亲,我是飘在日本的娜娜,我来江之岛看大海了 就是我经常刷抖音嘛,抖音上很多人说 花50万人民币就可以买一个海景房了 说东京的房子太便宜了,快来买房子吧 但是呢,我就想问一句 你在买房子之前有没有查看海啸地图呢? 因为日本不是属于板块交接处嘛,地震特别多 其实地震不可怕,怕的是海啸 海啸来了的话,会把房子都吞并的 所以呢,如果想买海边的房子或者水边的房子 一定要查看一下海啸地图呀,进水地图呀,这些才安全 还有好多人问我,说日本要沉默了,还买日本的房子干嘛呢? 但是日本真的会沉默吗? 日本人表示,可能是因为1973年出版的日本科幻小说 日本沉默把大家给误导了 因为这本小说实在是太畅销了,后来就改编成什么电影啊 电视剧,然后讨论的人也特别多 久而久之,出来说去呢,就变成日本要沉默的这种谣言了 其实日本大概80%为山地和丘陵 最高峰是海拔3776米的富士山 东京都所在的是日本最大的关东平原 海拔在40到90米左右 所以呀,与其担心日本沉默 还不如担心东京的大平原会不会因为台风而患到水灾呢 即使这样,日本沉默的概率那可是相当渺茫的 虽然日本的地理位置是位于各大板块的交界处 地震灾害比较多嘛,可能会引起地壳变化 有人说311大地震的时候让地面下降了1.2米 但是呢,实际观察中发现 有沉降的部分就有上升的部分 整体而连呢,日本还是上升的 这是特别正常的地壳变化 马里亚那海沟就位于日本岛的东侧太平洋底下 平均深8000米,最深大概有1万米 有人说日本会滑入马里亚那海沟的 事实上呢,从数据上分析来看 日本确实是以每年1.4米的速度向马里亚那大海沟移动 但是呢,这种速度其实是很慢的 大概需要几十万年以后才能有可能移动到海沟处 那这几十万年之中还会发生什么样的地露变动 就不得而知了 总之吧,完全没有必要为了几十年以后的事去担心 而且值得一提的是,由于日本这个地震比较多嘛 所以他们会有完善的防灾体系 在日本住久了的人都会有一种忧患意识 在很多情况下,灾害没有来呢 各方各面就会做好相关的防灾措施 可是呢,对于中国人来说 没有什么大灾大难的情况下呢 就会觉得未雨绸缪的这些动作 好像遇事的大灾难要发生了似的 其实这些都是日本的日常 再正常不过了,真是不用担心 话说回来,日本的GDP虽然已经被中国给超越了 但好歹人家也算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呀 而且日本也经历过了房产泡沫时期 所以呢,现在已经建立了很完善的一套楼市的体系 日本也汇聚了世界各地来的人 很多世界级的总部也都是设在日本东京的 东京好歹是国际大都市呀 也是可以跟纽约这种城市相比肩的 所以说呢,东京的房产还是有很大的升值空间的 所以呀,好多人还是愿意去投资东京 除了东京房产的性价比的确很高以外 最近不是因为汇率比较低吗 很多投资客都是趁这个窗口期大肆的投资东京 因为未来的增值收益呀 汇率收益呀,还是非常看好的 好的投资一定是低买高卖嘛 所以呢,这些投资客肯定会觉得现在是买房的好时机 卖房子肯定也是在有生之年把它卖出去 大概率不会等到几十万年以后再卖的 真的等到几十万年以后,估计房子也都不在了吧 所以操纳个心干嘛呀 如果想在日本买投资房的话 那还是在东京市区比较好 记得查海啸地图,进水地图哦 好吧,那今天就分享这么多 记得点关注转发,还有点赞哟 就这样啦 希望大家有好心情 拜拜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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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